一大清早活动中心外头 就排了满满人潮 抢着接种流感疫苗 因为中央政策急转弯 暂缓50到64岁成人接种后 反而激起民众恐慌 再掀起一波强打潮 让公费流感疫苗施打 简直成了史上最混乱 会不会觉得中央政策变来变去的 当然是 很好笑 年龄那个变来变去 怕他们的分量不够 民众满满的怨气 就是因为疫情爆发至今 从口罩到疫苗都要排队抢 虽说卫福部长陈时中 已经道歉灭火 但中央应该可以预估的情况 却错估情势 连医界也很难力挺 最重要还是要想清楚 到底我们要把我们的疫苗接种率 定在什么地方 那即使有一两年 达不到这个目标 也不要说就是浪费了 然后官员就有责任 因为如果官员因为这样而负责 他就越定越保守 他就不敢买太多 这样也是不行的 从流感疫苗开打前 中央就一再呼吁民众要警导施打 但疫苗数量不增加 配送没一次到位 公费接种对象也没排出优先顺序 才会出现种种乱象 接到很多民众的澄清跟抗疫 而且再加上去年 以前其实都是有分批施打的 大家都说前面有所谓的防疫的神话 但是现在民间也有一句话 叫做现在变成是疫苗的笑话了 受到新冠疫情夹杀 流感疫苗标出超高接种数 但配套措施不足 没有朝鲜部署 轻忽大意的心态 让民怨也跟着崇高 欢迎新闻 林伟旭张家宝陈丽婷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